8天的国庆节假期结束 部分网友开始晒我和我的账单 有人说 没有5000元你过不了这个节 也有人称花出了过年的感觉 10月10号 记者走向街头 听听民众在今年国庆都花费了多少钱 他们的国庆节账单是否超额了呢 旅游 从庆和西安 机票钱呢 然后就是普通的门票钱 餐饮钱 因为一直在家宅着 所以网购花了大概四五百块钱 朋友在一起吃饭 两天都朋友跟一起去 大孩子周边玩 吃饭 车费 还有给孩子买一些教育读物什么的 分子钱也随了1000块钱 孩子满月的也随了1000块钱 不仅如此 还有串亲戚的钱 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 国庆节参加了五六个人的婚礼 一次婚礼就大概随五六百吧 这半年多没回去 然后这回特地去看父母 给了5000块钱 然后再买了点日用品什么的 今天要带女朋友回家见家长 给我外婆买了一些补品 营养品 给我爸妈就是 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按摩椅 8000 8000左右 没有吧 因为没 出镜旅后 所以还可以在预算之内 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是 全家一起出镜 资金都给父母 然后就是花什么 就是都是预算好的 所以就没有花钞 没有花钞 对 平常十一收也回去 但是这回比较隆重嘛 就是谈一下这婚事 我也没给我爸妈 我外公外婆 就花什么大价钱买什么东西 该给他们花一回钱了 我觉得 也谈不上钞 但是呢 今年这个钱 太紧张了 就是花的有点有点有点扳手 今年超级超额 大概超过了4000多吧 因为我预计就花2000多块钱 很多人都一起来结婚 而且孩子为什么每到十月份都一起来满月呢 所以下个月的双十一 我要对不起你了 感觉花下来是有些随意 希望以后能更有计划一些 继续成多 后一期就还是挺大 而且马上就要双十一了嘛 感觉不够事了 就希望收入多点吧 还得努力挣钱 因为要结婚了 再接再厉的话 多攒点钱 以后争取多赚点多花点 挣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是吧 每一年希望比每一年更好吧 账单我会加油的 我会努力赚钱 争取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